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11日 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一節香港新聞 這一節跟華記症狼養有關 華記症狼養真的沒有改錯名字 你早一個星期 才說封咪不做 有沒有人吃完吃得像你那麼快 孝婆又守不了寡 一個星期也不夠 又飛撲回來繼續開咪做節目 借人家過竅 他 火同著 鄧德成的人 開街站被黑暴襲擊 但是又說給了機會對方 又放過人家 他聲稱 遭受襲擊 所謂遭受襲擊的片段 本日 忍得很辛苦 走去看他的YouTube 這是危險動作 大家千萬不要做 也不要幫他點擊 辛苦就辛苦我了 難為我要去看華記症狼養 節目 要看看發生甚麼事 這個所謂鄧德成 上水火車站遇襲事件 簡直就是一個 雞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詳細看回當時發生甚麼事 就是他們站在上水火車站的外面 在天橋上 在喊咪 市民對於他們的行為 相當之不滿 似乎走過去 向他們質問 站得近一點 說話大聲一點 如果根據他播放的片段所示 根本 連身體的接觸也沒有 換句話說 只不過 走近一點 說話大聲一點 竟然 將他提升到鄧德成上水火車站遇襲 還要寫一條標題 說黃絲 港獨 毒藥的毒 仍然用暴力 攻擊正常人 然後 還有一個字眼叫做德德 德德就是鄧德成 德德為爭取入閘立法會選舉 被襲擊 希望 選委 給予機會鄧德成入閘 好了 原來 說了那麼久 就是特意開街站 說一些黑人爭的東西 他說甚麼我真的沒有詳細聽了 因為也免得他 原來開街站為了選舉 不知道你在街站說甚麼難聽的話 一定得罪了街坊 街坊聽不到 就是 路見不平的街坊 看到那些人渣在開街站 走過來向你查詢 查詢當然有口角 口角大聲說話 看那條影片 無論怎樣看 看不到就是那個所謂黃絲 當然你也沒有任何證據 知道那個是藍絲還是黃絲 藍絲也可能覺得你黑人討厭的 又或者還有中立市民覺得你黑人討厭的 你不是經常說有沉默的大多數來的嗎 原來 跟你大聲說話就是黃絲 有很多黃絲 有很多人未必想你入閘的 出來攻擊你的陳正心 還有那些 藍絲KOL 四眼黑超哥 還有何志光 那些就變成黃絲 大聲跟你說話 不是你何君堯的火 不是你華記正倫養的火 那些就是黃絲 你也是用 相同的赤道 在說攻擊你的人 你經常說何志光 還有陳正心 在攻擊你 又說來自同路人的攻擊 政治很黑暗 不搞政治了 不搞政治你幫鄧德成出來助選 特意開一條標題 叫選委會 考慮給鄧德成入閘 出來選舉也不是叫做政治 你還有沒有無恥一點點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這麼認真 去看這一群契弟 是很有問題的 其實我們用正常人的邏輯 正常人的標準 去批判他們 你會發現這群人根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那邊說不搞政治 反林鄭月娥大聯盟有同路人攻擊你 然後攻擊完你又說不再搞了 不搞的時候 轉頭又跑去 跟人開街站 叫選委支持他入立法會 你有沒有看新聞 你知不知道 選委 提名不是亂給人的 懷疑你也不會給人的 你出來反林鄭 你是 反林鄭大聯盟的旗手來的 雖然你現在把運動撤回 撤回就沒事了 又不見了 香港人撤回 撤回那個 反修例運動是不是當黃絲不是黑暴 所以你說這個華記真是蠻好笑的 基本上 就是毫無邏輯可言的 其實他們這群人 他們只是一尾出來 就好像錄音機一樣 我之前看過那個黃絲 就過去突擊他 叫他來訪問 來挑機 問他 為甚麼退出 那麼 一卵嘴好像錄音機 又說香港有法治 又說香港有法治 又說香港有國安法 又說香港有行運自願 你吃屎吧 華記 你真是正傻 這些人 這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說甚麼 同學你好像不看新聞 湯家驊是行政會議成員 行政會議成員 作為建制派一個這麼核心的人 行政會議不是容易入的地方 行政會議的湯家驊的民主思路 都拿不到 選委的提名 選委的提名 你知道在這個假選舉裏面 有多麼珍貴 有多麼稀有 不是隨隨便便 給你那些九不八的人去拿的 你無緣無故 出來說得好像很委屈 原來就是有個市民 也不知道 是黃還是藍還是甚麼 不滿意你說話 出來和你大聲一點 在一個 很近的地方大聲說話 又說人家襲擊你 又說人家黑暴 這是甚麼標準來的 如果按照你的標準 你要進醫院嗎 你這個說法也對不起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最低限度 都中過汽油彈 中兩個磚頭 才說人家黑暴 走過來跟你說話大聲一點就黑暴了 你的標準還有沒有再低一點 說了一大論 原來自己又是一個屈尾十去支持這傢伙 鄧德成 找找鄧德成是甚麼人 原來有一個組織叫做香港政研會 聽也沒有聽過 這個組織應該只有幾個人 裏面還好笑 主張甚麼呢 唯一主張就是愛國愛港的人組成反對香港獨立 真的好笑 如果這個組織 就憑你反對香港獨立 那就慘了 如果真的靠你們 我們一早就香港獨立了 香港獨立不了 香港沒見過的原因不是因為你們 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那裏嘛 你出來在那裏韜光 你做一些共產黨本身都在做的事 當成是自己的主張 然後又說自己出來 就在爭取 用不著你爭取 所以這些人很好笑 這些人搞政治 這些人是政治白癡 無論自己主張甚麼 支持甚麼 支持的人 心想你支持他 就出來講話自己反對港獨 我也很想問一下 你怎麼反對港獨化呢 那麼如果 港獨的人 背後有美國支持 有台灣支持 甚至乎有軍隊支持 有武器 我也很想問一下 你有甚麼主張 去反對呢 還是你只是 投個票 投反對票呢 反對港獨 和反對台獨 不是嘴巴說說而已 如果你反對台獨 你最低限度 你也要加入解放軍 預備要武統台灣 這個就是香港 這些叫做家家走政治 他們完全 就不是在做甚麼政治行為 香港 真的那麼多年來 訓練了一群怪人 出來 有一群人出來 甚麼都不贊成 總之我是中立的 但是他就說他的主張就是中立 到現在還有這種人 這樣的時局 你連支持中國大陸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不敢說 那些事情很好笑 還是有這種人 因為沒有辦法 那麼多年來 套路就是這樣嘛 說了20年了 都說自己是中立的 叫人獨立思考 你是建制派 你就是建制派 又不敢承認 又要 阻擋右擋 難怪 陳正心 何志光那些不妥理 你也不知道自己主張甚麼 轉頭又食言 又說封咪 封咪又說不搞政治 轉頭兩件事一起做 人有沒有那麼PK 本來開咪 和搞政治都不是大問題 最多笑你 但是你自己出來宣告說不搞 出來宣告說封咪 有需要的時候就出來 我又想問一下你的標準在哪裏呢 怎麽為之有需要呢 彈出彈入 是不是 那麼如果你這次出來撐這個 鄧德成 如果陳正心又動你 何志光又動你 那你是不是又立即跪下呢 你那個 道義在哪裏呢 你這樣撐 鄧德成的話 我是鄧德成 我寧願你不要撐 是不是 何志光罵你一句 陳正心罵你一句 那你又收皮呀 做人呢 別這樣啊 知道嗎 你那些政治立場我已經不想管了 也不當你是敵對的評論 已經當你是正常網台 你做網台就給點心機啦 又說別人我有政績 好心理 顯示你不專業 就告訴你 尊重一下你自己的職業啦 做網台是可以是一個事業來的 你的網台賺不到錢是你的問題 但是做廣播就是一件很認真做的事 做媒體麻煩你專心一點做 別人何志光可以做 做得專心 只是做媒體的就證明別人做得專心過你 是不是 說自己有政績 有政績就不太好做啦 說起火滾了 本來這個人 不是激進建制派來的 本來就不應該那麼大力 但是我很討厭這麽虛偽的人 你出來假裝溫和 出來假裝中立 實際上你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食言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 食言的人 比起建制派還要再可恥一點 這節跟大家揭露華記 你不要改錯名字 你真正能樣 忘了叫大家支持六部曲 請大家補回支持六部曲的工作啦 我們做媒體 是很認真的 做人不要學華記 你又要做這件事 又說自己有政績 很不得閒 這是一個很不專業的態度 你有沒有政績沒有人想知道 當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給我認真做好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了 拜拜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